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趙祖榮論法的時候 今天想和大家談談人口紅利的問題,是嗎? 趙教授 是的,大約Sir,早晨,各位網友們早晨 早晨,早晨 今天為什麼要談人口紅利呢? 因為我們看到中國的人口數字就開始負增長了 那期其實就減少了85萬人 那人口專家就說,其實全中國的人口負增長趨勢可能將會延續 但是就不用太過恐慌的 那我就想請教趙教授,其實人口紅利減少對我們的影響大不大呢? 從兩個角度去看,一個是影響大,一個是影響不大 那大家會覺得,咦?是不是阿祖自相矛盾? 那好像有些網友說,你自相矛盾 那其實不是的 最重要就是你站在什麼角度去看中國的人口紅利? 那我們先講一些正面的東西,新年來,對不對? 第一點就是,我們都知道呢,事實 中國剛剛出現了人口負增長 就是說,年輕人結婚之後就不願意多生小朋友 那從一孩政策到兩個小朋友政策 現在就在講的是三個天 但是我會覺得呢,國家一定會找一些不同的辦法 去鼓勵年輕的夫婦爭取時間去生育 而令到呢,他們的下一代更加能夠肩負在中國未來發展的責任 因為人口始終是一個國家持續他的命脈,成全的一個規矩 那正面來說就是說,現在的事實告訴大家 那個增長是減少的,但是也是一個機遇 去給國家去思考一下,怎樣去幫助年輕人 為什麼他們不願意去生育呢? 最主要就是說,一個孩子你要撫養他成長成才 不是做一個廢物的時候呢,其實那個負擔是很重的 而國家現在開始走向一個共同富裕之餘呢 現在整個中國的中產階級已經超過四億這個方向走的了 十四億人口有超過四億 去到中產這個階段的時候,其實是基本上 有足夠的錢去養育下一代 不止一個,不止兩個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仍然不願意呢? 就是生活的重擔 以致到呢,他們會覺得 要給自己的子女 一些更加給自己當年年輕時候的機會更加多 其實我也是說我自己,對不對? 也都是說大衛sir,你可能 跟我一樣面對的問題 就是說,自己成長了 但是覺得自己的年輕時代所受的教育不夠 或者所接受的一些培養的方式不足夠 於是你又會加多些材料啊,資料啊,機會給自己的子女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時候呢 我估計呢,當前祖國就會在福利方面去做更加多的事情 但是我會覺得,另一個正面的信息呢 就是在現在環繞著整個世界 大家不斷口中說的全球華人 特別這兩三天,春晚階段的時候呢 在春晚的節目裡面 我們都不斷聽到主持人呢 就向全球華人拜年了 全球華人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散佈於不同國家 每一個世界各地的華裔華人的家庭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呢 一帶一路推出了十年了 而全球的華人家庭呢 都大部分重視教育的 而大部分都明白呢 未來的經濟發展 年輕人下一代未來的前途 是在亞洲 而亞洲又以中國 是一個最大的市場 最大的機遇 所以全球的華人家庭 很多都集中在 給多些機會自己的子女上中文班 也都集中機會鼓勵他們 學習兩文三語 大日常從這個角度去看的時候 當這些年輕人 他們是留著中華民族兒女的血液 而血濃於水這個觀念 以至到未來中國市場的機遇 我就會覺得 這些正正是祖國未來發展的人口紅利 這些紅利呢 既在中國內地 亦在中國以外的海外地區 那些華人家庭 所以大家想一下 可能會說 不是啊 那些人會在當地生活的 他們也有很多機遇 在當地 怎麼會湧出來中國呢 但是大家 去留意看一下 當前全世界 也多得那個特別離譜的總統 那所以全球華人所面對的 現在的困境呢 就是他們很多都沒有辦法 在當地的社區 因為自己的膚色 自己的名字 一看你的名字 就知道你是亞裔的了 那所以他們的升遷機會是低的 也都因為是這樣的時候呢 他們不要說到他們這麼高層次 說要落葉歸根先啦 只是說謀生 未來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吸引的市場 等下時間 你呀大衛sir 都是我說的正面的看法 看看我會說一些負面的 我自己看到 中國的人口下跌 其實是因為年輕人可能想要自由 你說小朋友的價值大不大 因為現在國家正在進行一個教育改革 不讓小朋友去想太多的補習班 甚至不讓你用學術的補習班 去令到小朋友加重課業的負擔 亦都不想那些錢呢 就給那些補習老師賺光 或者補習松山賺光 所以現在很多老師呢 就是要帶課啦 要學習啦 還有的時候就採取一些網上的授課 但是這些網上的授課呢 其實有一個限制的 就一方面國家正在做著 那也都看到其實很多家長 都是亡子成龍啦 或者亡女成龍 其實有很多這些這樣的家長 他們對於整個教育的體系呢 他們是知道的競爭性很大 因為我們知道內卷嘛 那單也都非常之大 那其實這次的人口出生率低了呢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整體上高 我們看到工業的整個環境 就不是一個密集式的勞動 而是一個呢 就是AI啊 或者是機械啊 人工啊 就越來越少 就是比例越來越少 是啊 對對對 譬如好像你用AI或者機械去做呢 其實那個比率就會增加 那用人手去做呢 其實比率呢 就相對來說下降的 那現在整體上高 我們的比較基礎端的生產 譬如好像比較便宜的 當然除了義烏之外 那些時候其實都去了 其他東南亞的地區了 就是東聞地區那裡 是 就是人口對我們真的這麼重要呢 其實呢 提質 是重要的提量的 這一方面呢 我就覺得是一個 相對來說比較重要的思考點 那這次人口負增長 其實的時候 我們看到國家的勞動力市場 仍然是公大於求的 就是供應量都是很大 但是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點 其實在一帶一路那裡 就輸出很多人才呢 其實對我們國家是一個 很好的道路來的 譬如好像在非洲啊 在中東啊 或者東聞啊 任何其他國家 其實現在都是輸出我們的勞動力 對 是嗎 是啊 因為我們有老班作坊 也都是培養當地的 我們說的是中等 或者中級的技術人才 培養他們是需要中國輸出一些專家 或者已經是非常有經驗的 中級的技術人員去培養他們 而騰出的空位呢 就被國內內地的年輕人去接班 這是一個好的方案 等一下時間 你回答一下 是啊 因為這次我們看到 是出生人口就少了很多的 那麼死亡人口 出生人口現在只有956萬 死亡人口有1041萬 那麼這個數字呢 好像是非常的誇張 那麼但是呢 也都有很多海外的僑胞 或者在海外工作的中國人 有沒有計算在內呢 那這方面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麼也都看到 就是現在整體的中國經濟呢 是走向了另外一個變化 其實今年呢 是一個變化非常之大的時局 我們也看到呢 一個新時代就已經是來臨中的了 那未來的情況會怎樣呢 我們看回頭 比如好像美國的人口 其實一直都賠為3.5千萬 到3.6千萬左右 那麼這個數字呢 其實相對來說 也都不是太高的增長 但是在移民過來呢 的人口是相對來說比較多的 是不是 就是外來的移民 沒錯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中國從來沒有放棄過海外華人 也都為什麼中國外交部 派了世界每一個外交部啊 這個大使館啊 總領館啊 裡面呢 都有個負責條務的領事在那裡 那也都因為是這樣的時候呢 你會看到特別是在南方 我們有華僑村啊 有華僑城啊等等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說 中國政府一開始 就已經關注華人華僑 這個有型和無型的資產啊 有型的資產啊 有型的資產是包括一些 需要樂業歸根的老華僑 比如說我曾經 我大衛sir你分享過的 現在廈門大學是誰 在當年捐出來的呢 曾加工 那麼 中國銀行下面 曾經有13家 如果沒有記錯的成員銀行 全部都是華僑 當年 在不同的時間段成立的 那也就是中國 這個 新中國成立之後呢 所有這些 由華僑成立的銀行呢 就成為 中國銀行其中一個成員 現在也都分出來 他們自己獨立 自主去做 比如交通銀行啊 南洋商業銀行啊等等 所以是看到那個 人口紅利的正能量 是來自海外華僑啦 但是一些負面的看法 就是說呢 其實中國人口老化 一個年輕人 或者一對年輕夫婦 要照顧呢 各自的父母 加上自己的子女 兩個就是 兩夫婦要照顧六個 自己的父母 各自的父母 和一對子女等等 就會 那個負擔會很重 但是正如戴維Sir說 就是現在我們的科技進步啦 而勞動力 沒有因為這樣而短缺過 而 也都看到中國的機械人的 所謂智能機械人的設備啊 改革啊 以至到很多種不同的工種呢 都是由機械人去處理的 大家都記得 上海的楊山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數字 是四個人 去管理整個 相等於香港的 集裝商碼頭 兩倍的噴套量 所以很厲害的 一種做事的方式啦 更加不要說供應鏈裡面 那些幾家大的網上買賣的平台 它們處理的那些產品呢 都是完全自動化的 所以在整體來說 實際的人口出生率 是不是對人口紅利 有很大的影響呢 我同意戴維Sir剛剛說的方式 其實是不太大 而加上呢 就是海外華人 這個未來的供應率 是相當高 還要加上呢 未來非洲的人口的出生 也都可以說呢 根據的預測 根據預測呢 就說 未來全球的人口四個人之中呢 有一個是來自非洲的 因為非洲的年輕人的數字 將會是七大洲裡面 唯一呢 是學立雞群的 那先給一下時間啦 戴維Sir 這個我絕對同意啦 其實另外一個國家 印度就會成為人口最多的國家啦 其實因為出生的很厲害 但是是不是可以比較呢 我覺得很難比較的 那也都見到其他歐洲 歐洲的國家 就是人口不斷在那裡減少 其實都需要外來移民去補充的 那有很多西方的媒體就說 喂 你中國都未真正開始富有 未踏入先進國家 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你就已經是 就是人口紅你已經沒有了 那其實他就看中國呢 似乎是不同的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看自己國家的人口的問題 我們持平啦 還有看看國家未來的發展會怎麼樣 西方媒體不斷在那裡說 哇你中國不好啊 中國不行啊 其實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不行呢 那大家可以有眼看一看 那也都是大家觀察一下 但是我覺得人口紅利來講呢 最重要是你人民的質素 是不是好呢 如果我們經歷過很大的人口紅利的時代 在80年代90年代的時候 那現在因為大家知道了 如果接受高等教育越多的時候 其實越多人呢 就對於生育兒女呢 就不是那麼著重的 那因為的時候精心培養嘛 是最重要的 是吧 就是想起當年我們香港其實都是一樣的 很多小朋友 就是很多現在就是長輩的話 當年家裡都有 就是七個八個啊 或者甚至九個十個啊 就是出生人口很多的 但是現在其實都是一樣 你家裡面一個是兩個子 就是生三胎的人數就是比較少 那所以的時候大家就 在這一點上去呢 可以去 就是不用這麼擔心啦 是不是啊 是啊 我同意啊 戴博Sir你說的 其實是重則而不重量的 因為就算我們 在我們這一代 不少家庭有五六個的兄弟姊妹 但是五六個兄弟姊妹 未必同時呢 是可以接受相對的高等教育啊等等 所以說呢 家庭裡面呢 當然有一兩個呢 是因為這樣而被犧牲 而被犧牲的那些 往往是最優秀的那些 所以這個是一個 重則 重量的一個比較的最佳例子 所以也可以這樣說呢 就是警惕了 未來的年輕人 他們組織家庭的時候 他們始終都是想著 怎樣能夠為自己 未來的下一代呢 提供 有質素的教育啊 機會啊等等 所以其實 人口負增長 或者呢 就是一個家庭 有兩三個子女 已經是最多的了 我看不到 有任何的刺激因素啦 當然 在中國的情況來說呢 有可能會改變到的就是說 國家怎樣去提供不同的機會 正正也是 戴維Sir 你剛剛說的就是說 現在中國的整體教育呢 是減少上學的時間 上課的時間 但根本不准他們放外補習啊 而令他們多元去發展呢 其實是一個好的方向來的 也都應該是香港去學習的 很可惜呢 就是 香港似乎呢 就有一點點 要不是自己是 在教育方面 是領導潮流 但是我會覺得呢 如果他們 放下一點點偏見 看看現在內地的發展的時候呢 他們會明白 其實內地的教育呢 不比香港差的 等一下你呢 戴維Sir 這個絕對是 還有呢 我們國家對於老人的照顧 其實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知道有寫寶依寶啦 所以的時候 就是不用擔心 有關的情況 是會越來越嚴重啦 雖然越來越嚴重 但是的時候 我們採取一個 就是全民都有知識的話呢 那我覺得問題不大的 那今天時間 我們先聊到這裡 好嗎 趙教授 好啊 我們有機會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究竟人口紅利 是對中國好啊 還是不好啊 還是什麼叫人口紅利 我覺得就是最重要啊 是 沒錯 好 今天時間到這裡為止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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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